少了贾博斯的玩模SIM总觉得少了点惊喜啊 而有些产品的推出可能会让做国的贾博斯也会哭哭啊 2016年9月的发表会除了爆料光光的iPhone7之外 发表会最大亮点竟然是落在马利欧之父 购本帽宣布即将登上iOS系统 还有宝可梦在Apple Watch的运用 两大游戏狠狠抢走了手机风采呢 贾博斯认为最简单好操作的手机尺寸是3.5寸 库克上台后手机不断的升级 现在最大到5.5寸的Plus系列 和贾博斯的理念背道而心 但记者阿姨演话话需要大一幕手机 回不去3.5寸啦 成熟过有手就好了谁还会需要比啊 但专业会读取向的iPad Pro推出时 顺势端出了Apple Pencil的这个小玩意儿 让贾博斯在天堂惨被打脸啊 东西晚安台北报导